香港馬拉松 2018 呈現 堅持信念 跑更遠汽油 香港業餘田徑總會 贊助播出 同一個時間30分鐘 吃東西和跑步 我希望一起做 我是讀港大的護理系畢業的 我們在五年有1500小時成長 我們每一間大概九小時的時候 中間可能有一個小時吃飯 然後我就會抽吃飯一個小時裡面的半小時來跑步 跑出醫院門口都拿著麵包 一直跑 一直咬著麵包 咬著麵包去跑步 其實對我來說就沒什麼問題 因為其實我每一口都是小小的吃 那時候其實都很肚餓 同時帶我跑步 我就跟自己說 我要半小時內就盡量吃到一個麵包或者兩個麵包 也滿足到身體的食慾 也滿足到我想跑步那種跑的容貌 有時候有些場合如果有情況許可的話 可能吃飯的時間 我就會離開宿邊的朋友 就說我們吃飯之後再結合 我這段時間就會出去跑一步 慢慢跑 尤其是冬天就最好 跑完都沒有汗 這次我想跑的時間 大概兩小時三十二分半左右 我覺得現在的狀態 應該可以跑到這個時間 這個時間是衡量自己到底有沒有一個potential 繼續在這個範疇發展下去 我們去到比賽的時候 做到自己目標的時間 或者目標的名次 你想的成績的話 那一刻的滿足感是最大的 其實是因為那個情緒抑壓了一年半年 去準備一個比賽 目標就是那個比賽 那其實最後終於完成到那件事 更開心 在運動場練跑 最大的好處當然是可以練速度 有很多選手都喜歡在這裡練完跑步之後 記錄自己跑過的時間 到底是慢了還是快了 一個標準的運動場內圈就是400米 所以就有理他們計時 所以幫助到他們做一些間歇的訓練 而聽這些道路的配道 亦都是非常完善 有更衣室 有洗手間 非常之方便 而聽這些道 亦都有很多放工之後的人 會來這裡跑步 所以大群人陪你一起跑 跑步就像人生一樣 是會遇到高高低低的起跌 和崎嶇不平的道路 不過都希望你能夠克服重重考驗 用心 渣打香港馬拉松 2018呈現